姓中派位, 購門名額有限 學生、家長, 爭奔頭 皇君興開封宴派對 遇上九雲偉, 完美生日 三喜臨悶 香港原來也有大片河堂 不過要掌出河番, 絕對不易 馬上東張西亡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張西亡 明天就是DSE放榜的大日子 Patrick Sir, 我知道你一向都是高材生 所以想當年你放榜的時候 應該也沒有擔心吧? 當然不是 我還記得當年我們是A級 我放榜的成績 也不是我自己理想的成績 所以我那天也哭了一整晚 不過其實沒事, 哭完之後 翌日又重新上路, 一條好看 對, 你現在不是很好 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的成績真的不是很好 不過出來工作的時候就很幸運 知道其實讀書成績真的不是一切 所以各位學生哥, 盡力就行了 別這麼擔心吧? 沒錯, 不過緊張不僅是DSE 這個禮拜當然是放榜日子 今天是小鹿聲中派位大日子 很多家長都很緊張 聲中派位結果 今天公佈整體有九成學生獲派 頭三志願 不過第一志願只是七成半左右 比起去年跌了四個百分比 今年派位滿意程度可謂是四年的新低 第一志願的命中率下跌 令不少家長、學生牽起叩門潮 今早我們走訪全港多個地區學校了解 這個是不是你的第一志願? 對, 但很可惜抽不到 所以現在來叩門 你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這樣叩門? 今天你的表現都滿意 這個是不是你第一志願? 不是第一志願 第幾志願? 我記得第… 所以第三 那你有沒有去第一志願和第二志願扣門? 有, 已經扣了 八點多、九點多左右 現在已經扣了幾個小時了 對, 因為三間學校 辛苦嗎? 不太辛苦 今年不少中學都接受本區或跨區學生扣門 學生就擔心競爭大了 寧願去多幾間學校 拼一拼機會 將軍澳區這間中學 一個早上超過五十位學生來扣門 這間也是心儀的 所以過來拼一下, 看看有沒有幸運 對, 但這是第幾間過來扣門的? 第二間 這間本身是你第幾間志願的? 第一, 現在派了第二 第二 你知道自己派了第二志願, 覺得怎樣 有點不開心 還有, 為甚麼我想在這裡 今天過來扣門, 有準備甚麼過來? 準備了一點成績表 除了成績表呢? 還有一些之前拿過一點獎狀 第一志願派這裡, 又選這裡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來這裡自行派位 不過不中 也希望再有一次機會, 可以再試試 因為我覺得他的成績應該不差 不過我猜應該抽籤, 抽得不好 因為他也說他的同學有些成績 比他差, 但也派到這間 所以他也說要考慮地想要求 每天才有離開, 會看或者 weiß 他也不可以提供 他跟我們去年紀, 頒替我 說了很多公司 可以提供一下 保持既然在其他人 我家長的朋友在我臉書上洗版 每個人都像綠合彩一樣開心 恭喜大家, 派到第一志願 另外也看到有位家長 因為兒子派到第一志願 所以立刻報到日本團慶祝 我真的隔著螢幕 感覺到大家的喜悅, 恭喜你 我也感覺到, 但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兒子派到第一志願 跟我做師兄弟, 我也很開心 好, 恭喜你 那想怎樣去獎勵他呢? 我不會送機票, 送個驚喜給他 驚喜好, 今天是黃君興結婚派對 她的智索伴娘團有什麼驚喜給他呢? 今天是Grace, 黃君興在香港 搞她的婚禮派對的大日子 我們東張西望獨家新鮮正經 她和一群姐妹們的三位婚禮 姐妹們和你們很漂亮 當然君興來更加漂亮 不用說, 我不是太用 我的姐妹是最漂亮的 全世界最漂亮的伴娘 三號 三號 還有這個270度的無敵大海景 一起 先出去一下 這裡很棒 我真的很欣賞你今天這套衣服 性感, 又帶點忠誠 也非常有型 而且馬上感覺到一些… 很有眼迫感 可不可以立刻和你拍出自拍吧 謝謝 和你一位姐妹們拍出自拍吧 好, 來… 1、2、3, 乾杯 黃君興今天在香港舉行浪漫婚宴 Grace中五線和一群美美姐妹 吃婚禮午餐 拍照之餘 還在BigBig Channel開Live 和粉絲直播分享喜悅 我聽過有人送禮物給你 是嗎? 開枝散葉 誰叫我開枝散葉 誰叫我開枝散葉 我真的送了很多禮物 是呀 有, 有, 有 今天送了新快樂 是呀 送你快樂 謝謝… 謝謝各位的祝福和禮物 總之今天很開心地… 去結婚 三十五 生季子 謝謝… 希望兩年後才走三十五 謝謝各位 今天除了慶祝新婚和拍拖 十二周年紀念 還是好姐妹、九姑娘和芋美的生日 Yana 謝謝… 祝你生日快樂 驚喜… 祝你生日快樂 Grace, 你真的非常受心看 對 首先就是你兩個朋友 在今天生日都來你的婚禮之外 你還有為他們準備 你生日做我的姊妹 對, 我想你生日快樂 謝謝… 你之前在美國那邊已經辦了婚禮 到今天再辦婚禮的時候 你的感覺如何 感覺不同一點 今天是全部姐妹到齊 是 然後我想今天最緊張的是老公 第一次要面對這個傳媒 是 還是跟她說幾件事 你負責四件事 說你好, 派利是, 割個工 然後笑著走人 那些禮事風… Grace送上大禮事之餘 還帶了老公來開心大合照 姐妹們也有貼士送上 說回我自己 就是內外也要煮湯 我不知道 你老公喜不喜歡喝湯? 喜不喜歡, 我正在學習 是, 要幫她這樣 還有按一下腳 我也喜歡按摩 Danny為你過來, 其實她很偉大 所以她說你犧牲很多 所以當你看到她在一個新的地方 她有點不舒服或吞的時候 你多疼她 對嗎? 對, 好像… Josh… Josh… 不如各位姐妹都送個親愛給Grace 好… 恭喜, Drake 謝謝… 謝謝… 心情對望, 情深一吻 一對新人首牽手 在訓宴會場見傳媒 Grace還正常指導老公大派利事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來 Grace的城寨英雄好友 伍穩龍也有出席訓宴 原之外未能出席的鍾佳恩 最終也為Grace送上天氣 夾到時間, 留港出席 不過就沒有跟五穩龍同場了 其實也是一個驚喜 對, Grace看到你有沒有… 她聽到她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不想避免我朋友的大好日子 總之很愛她 而且那個感覺是 Daniel永遠看著Grace 永遠只有Grace在她的眼裡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方面是非常甜蜜的 進場一刻 Grace更心情送上一曲 在這裡也祝福一對新人白頭到老 恭喜Grace 今年其實我們很多TVB女藝術 都喜事重重, 紅亂聲動 相繼出嫁 其實真的不簡單 又要照顧家庭 然後又要兼顧家庭, 做事、拍攝 對, 我覺得Grace最厲害 就是可以將遠距離戀愛開花結果 真是得來不易 想想想兩個人雙隔這麼遠 但心靠這麼近 不像我們坐得這麼近 我和你 但心靠這麼遠 其實如果你願意拋開你的懷抱 我覺得我和你可以做好朋友 好, 那我就開太懷抱了 不過今天還有一宗喜事 令周珮豪和我們TVB的距離 拉得很近 我們恭喜周珮豪 珮豪有喜事宣佈 今天她正式加盟TVB New Media和聲夢娛樂 這間公司還送了 和鑽石有關的禮物給珮豪 真是很Bling Bling 恭喜你 恭喜你 多謝你 加盟TVB New Media 多謝 其實2017年 適逢是你第十年入行 為何你第十年選擇 加盟TVB New Media 非常開心 而且很感謝TVB 給我這個機會 和這個平台 其實真的給我很大的自由度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接下來有TVB這麼大的平台 去幫我繼續走這條路 我覺得會實現更多我的夢想 其實她是否重金禮評你過來 人工高 福利很好 有車船津貼,你沒有嗎? 搞笑 太好了 拍猴新婚沒多久 轉會是否想多賺奶粉錢 準備做爸爸呢? 不只是奶粉 尿片、跑車 媽媽的專介 都要賺的 謝謝 夏天一樣可以上花 區區開花的大花紫微 曾經跟燕星葉紫微有關係? 香港竟然有何堂 何花熱生長出來 絕對不容易 待會兒東張西望 回來東張西望 杯二,數一下手指 原來我們很多星期沒有在星期二的東張合體 對,因為我之前去了丹麥拍新節目 那裡很漂亮,給你看看照片 就是去了,漂亮嗎? 很漂亮 一個丹麥的森林裡面 你說我漂亮還是有多漂亮? 兩樣都這麼漂亮 簡直是仙子下凡 吸收那裡的靈氣 我也知道你是去了荷蘭玩 對…我也去了荷蘭拿比 很開心 對,這裡有風車 而且很喜歡那裡 人們每個人都可以踩上單車 氣氛很放鬆 每天都過著一些優災猶災的生活 你就好,去玩 我出發會做事,辛苦的 我覺得你才好 做事有錢收,我去玩只是花錢 不,其實香港有很多地方 不用錢也玩得很開心 我們逢星期二都會介紹 好玩、好吃、好買、好看的好地方 一起介紹一下 teasing,謝謝 bri姐 你們做出生日子 我希望是做不完 你要做甚麼 這位餐廳的 是水餐廳當中 還有便宜燙的 它是水餐廳,有很多地方 我來自救 我去導致 它是水餐廳的 還有一些水餐廳的 你是否給你 廳廳的 或是水餐廳的 這裡有駕車看過,我覺得很漂亮 全部都是綠色,沒甚麼看 偶爾有顏色點綴也不錯 有照片在公園也看到,馬鞍山公園 還有家裡有人會有照片 大家低頭俗多,很少到處看新的事 抬頭看也會開心 每到夏天,這種樹上 就會長出一朵朵紫紅色的花 它叫做大花紫薇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大花紫薇盛放的季節 而在香港各區都可以發現它的蹤影 省眼覺得它跟楊子晶有點相似 不過仔細看,花瓣充滿皺紋 很有層次感,在陽光影照下特別搶眼 色彩舊奪木的名字更加厲害了 它的本名叫做大葉紫薇 後面那三個字 跟一代性感女星葉紫薇的名字 真的有巧合得這麼巧? 民間就說,這個名字跟我們80年代 一個驗星葉紫薇的名字遭遇了 所以要改的 其實真正的原因就是 我們在回歸之後 很多植物名都跟了中國的叫法 所以我們就改了叫做大花紫薇 大花紫薇在市區生長都非常好 尤其是它在市區的泥土和抗旱的能力 抗風能力都是比較好的樹種 所以在市區也見得挺多 另外在路邊也常見的 因為它屬於比較細型的樹 在路邊的空間可能比較適合 燦爛奪木的鮮花 為夏天添上更多色彩 也令這個季節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上至樹、下至池塘 也能找到花花的世界 這次我來帶大家看河花 不過在香港看河花 也要懂得鑽翁鑽的 來吧, 追蹤我 很大的河花池, 很漂亮 真是辛苦一點, 刀植 香港天然野生的河花池不多 在元朗新田村沿著行人路旁邊 就有一片一望無際的河花池 河花池長長方方 兩邊佈滿了大塊大塊的河葉 葉逢之間伸出一朵朵粉白色的河花 河花、河葉在陽光底下互相輝映 構成一幅天然的風景畫 你們今天來到覺得怎樣? 這花也很漂亮 是, 野生這麼漂亮, 很少有 比我想像中好 因為密和多, 近 我去這麼多個地方, 這個最漂亮 你覺得這個河花池有什麼吸引到你? 比較多, 花比較大 而且它的細節比較漂亮 這裡的試驗環境比較好 沒有那麼多樓 所以我比較喜歡在這裡拍 來到這個這麼漂亮的河堂 小女子真是忍不住要淫一首絲 粉紅色的河花 綠色的河葉 古色古香的河堂 我是不是真的淫一首絲出來? 是, 河花被稱之為夏天之花 全因為它的賞花期只有短短三個月 只有在夏天才會看到 出水芙蓉這個這麼優美的畫面 Michelle, 為什麼香港這麼少河花池? 其實香港的氣候 本來很適合它們生長 因為香港位處亞熱帶的地方 而河花就是生長在熱帶、亞熱帶的地方 但是由於河花的種植 需要很大片的面積 再加上池的水深是要夠的 亦為這個原因令到香港的河花池 的數量並不是太多 其實河花是很有用的 首先你看到它的河葉 就是用來包河葉飯的部分 然後它連縫裡面的蓮子 就是我們平時用來煮糖水 或者吃的糖蓮子 下面就有蓮藕 但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原來在緬甸 它們會將河花的勁咬開 用來繫維繪織布 其實整棵河花都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有人喜歡遠距離拍照欣賞河花 亦有人選擇跟河花作近距離接觸 各有所好 撐著船看河花, 我真是第一次了 而且可以跟河花這麼近距離接觸 這麼近距離欣賞它們 真是很難得 在元朗南生圍 同樣找到一片又大又闊的河花池 整片池塘 似乎都被密密密密密的荷葉覆蓋 不過偶然都會藏著一朵河花 萬六重中一點粉紅 更令人覺得河花嬌小可人 以前不是一個河花池, 是一個兒堂 被人走過, 扔了蓮子、種子 然後它慢慢變成一個… 它會生長, 一直發大 已經變成一個河花池, 掌滿了 差不多幾年前都是這樣 為什麼你會喜歡搬船出去看河花? 因為我想近距離看河花 因為中間的比較漂亮 旁邊那些多人去剪它、攪它、拍它 所以中間那些是最漂亮的 在香港, 河花的數目並不多 如果想每年夏天都看到它們的話 千萬不要手多摘它們下來 而且千萬不要污染池塘 很漂亮, 以Patrick Sir說到賞花 你不是說你去了荷蘭 為什麼不見你剛才的屈甘香照片? 因為我錯過了開花期 所以我改了看女生 看女生, 你大膽了 你拿出去一起看吧 一起看吧 好, 現在… 穿著荷蘭傳統服飾的女生 你說是不是很有特色? 荷蘭女… 沒錯 荷蘭女的女生 對, 和荷蘭我還沒去過 其實有什麼好吃? 是否那裡的芝士會特別好吃? 對, 芝士又多款式, 又新鮮 而且因為我去阿姆斯特地 那裡有很多餐廳 你隨便走, 一邊走都可以一邊吃 很開心, 就像以日這群朋友一樣 一邊拍劇, 一邊吃 然後吃到現在拍完, 還是繼續吃 很開心… 很溫暖的家庭 豪順說的 就是唐新豐部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 劇集《唐新豐部3》 終於拍攝完畢 昨晚就舉行殺光演 劇中的演員每個都說拍完之後心呱呱 很捨不得 我已經六天沒見他們了 很久了, 已經… 菊姐說不能彈 我們吃菊姐的東西吃到… 她自己也吃到胖了 我要警告她, 不准再胖了 我胃不太好 所以我有時候也不敢伸手出去 拿太多東西來吃 不是, 每次都拿, 每次都吃不停 是, 還吃得多一個人 我想是不捨得整個家人 斯琪姐、菊姐, 她們很疼我 我一轉去飛虎 我有時候會拍一些照片 我們在群組裡拍一些照片 她們說, 哎呀, 很辛苦 天氣很熱, 記得你要喝水 記得要休息, 什麼… 就好像真的當你兒子一樣 好 這麼喜喜揚揚 就是因為跟浩信保祝生日 浩信生日那天 和向向在葡萄牙拍攝外景 要在東地慶生 Happy Birthday, Vincent 7月7日下班後 也是我們在葡萄牙撒拖 順便慶祝 也是因為我聽過第一次人生的 葡萄牙生日快樂歌 怎麼唱快 我不會再唱 但她們是越唱越快 我們中國人在旁邊就… 啦啦啦啦… 她們在唱 是的 不過壽星仔也不夠她搶風 什麼?很可愛的 這個孫子… 她是敏芝兒子 每個看到都心心眼 Seeki姐連腳也不放過 就知道大家親到她焦了 敏芝, 坐完院沒多久 就已經入了唐心的拍攝工作 真的很勤力 四個五個月裡一邊拍一邊泡 是呀 不是廣時的, 大哥 四點五個小時就去泡奶一次 為何寶寶這麼高呢 就是因為她… 她喝了我的奶奶 你看 另外又… 新來那些就有很多床上氣 什麼意思 你問問龍 誰有床上氣? 在說和敏芝 老公會生氣嗎? 床上氣 要打給她才知道 應該是問一下 冬至會不會生氣嗎? 冬至應該也不會 因為… 我覺得她老公應該會把人買胸 殺了你 這麼嚴重 不, 應該去到某些位置 她要倒閉了, 別看著 對 一群演員聚首一堂, 非常開心 而剛剛星期六, 我也很開心 見到一群舊的同學仔 母校的同學仔 一起慶祝母校九十周年校慶 很厲害, 每個人都沒變 更厲害的就是一群老師 他們真是動靈 跟我以前讀書的時候一模一樣 還有我的校長 就是相隔二十年沒見我 還認得我很開心 還有她說有看我們節目 你好, Mrs. Lam 你好, Mrs. Lam 我也要跟她打招呼 是 另外, 我也要跟一群學生打招呼 為甚麼呢? 我今天接受了他們訪問 看到有多大群人 對 他們也很好 原來他們一直都很支持 我們東張西望的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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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好, 我們一起跟老師、校長、學生 再見, 學生 再見 愛國學生 海恩 我們坐下 然後我們坐下 我們坐下 我們坐下